8月17日,香港各界在天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大集会。 超过47万香港市民参与集会,共同反对暴力,呼唤和谐安宁,希望香港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 当天的集会从下午5点开始,虽然天上下着大雨,但不少市民比起两个多钟头来到集会的现场。 有人手持着标语,有人挥舞着国旗,反暴力救香港,拒绝揽炉炒,其救香港的口号响彻在维港的上空。 我们全国市民,守英守,救香港,拒绝揽炉炒,拒绝揽炉炒,拒救香港,拒救香港。 当天的活动由守护香港大联盟发起,针对近日有非法示威者以极端暴力的方式,破坏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甚至出现袭击警察、路人、围堵机场,非法禁锢、殴打旅客及记者的行为。 香港自由、安全的声誉受到影响,致使社会滑向深渊的边缘。 大联盟呼吁沉默的大多数市民不要再沉默,勇敢地站出来对一切违法的暴力行为说不。 当天香港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起,纷纷呼吁社会尽快恢复安宁。 有位警嫂写给孩子的一封信《孩子回家》,在现场朗读后,让不少市民感动落泪。 很快就开学了,你可能不知道,最近网上有很多仇恨的言论, 要伤害警察的家人。 是的,你的爸爸是警察,这是不变的事实。 面对诅咒、恐吓和暴力,不要怕,怕都没用。 我们会否受到伤害,你会不会在学校受到欺凌? 没有人说得准的,但是爸爸妈妈是会尽一切的努力保护你。 活动现场,妇女界、教育界、法律界、演艺界、工商界等上百位代表登上主舞台, 共同发声,共同抵制暴力,呼吁和平。 我们是时候要停一停,想一想,所有的年轻人要珍惜自己,珍惜香港外护家园。 我们更加希望,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是应该要秉承专业, 减守工作工位,守我们的下一代。 在这两个几月以来,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的生意是一落千丈, 暴入寒冬。我们在这个暑假,和去年的暑假同期比, 是暴跌了超过四成的生意。现在已经没有游客敢来香港。 我们的士司机是首停口停,先问下你们想我们怎样,是不是要搞乱香港? 自由,不包括在街上示意,毁坏公物, 随意毁坏别人的家,例如警察宿舍, 随意欺凌别人的家属,例如警察的家属, 随意阻止上班的人,搭地铁,搭车, 还在香港的赤立国机场上演了一个当天全世界最丑的一个机场的暴乱。 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我们的法律, 任何人的自由都要尊重别人的权利。 现场,大联盟共提出了七项诉求, 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让香港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最后,全体集会市民共同高唱《狮子山下》, 现场的气氛达到最高潮,随后集会人群和平散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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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